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呀 很开心 成绩都很好 因为阿廉今天就 劳动大开 就是答这些问题 又答得很机灵 又好运 每次他按的那些 全部都是按在嘟嘰里 之后再回来 就会多了很多钱回来 其实我没错 我拍到刚刚没什么运的 但是都赢了已经很好 其实我心目中 一开始是比较难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的东西 是想到很复杂的 原来答案有时挺简单的 是啊 是呀 李宗盛就是太复杂了 另外想问一下 是否刚刚又拍了 这个中藝节目的 茶餐厅的宣传片 是呀 之前都有帮Sales Present 拍了一些 未来的中藝节目 但是其实都是先拍的 因为明年什么环境 大家在拍什么剧 都不太清楚 但是自己拍了那两个POMO 都挺吸引的 挺有趣的 会不会再合作 做茶餐厅的 可能之后的中藝节目 如果真的要拍 就一定有一个链 因为他自然开个茶餐厅 又收拾了一盒 我想他对整个茶餐厅的运作 将来卖盘那些都 我都知道 都很清楚 是呀 那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其实出了点太远了 看看那些剧的时间 但如果是两兄弟再做的 又问题不大 是呀 是呀 会不会 可能有一个 可能开一个饮食节目 给你们煮食 哇 这个真是 那这些节目其实之前都做过的 《兄弟大茶餐厅》 都有一半是 是啊 但如果说真的煮食的 那其实我和他都不是高手来的 太多人聪明了 有鼎爺啊 肥猫很多 不是呀 他们加了很多元素在里面 是的 用我心 和是为那些人去做 不是说只是煮出来好吃的 所以想到一些新玩意 因为 其实很多crew 真的有问过 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拍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去探班 他们在那些拍的地方 都是辛苦的 那有我们两兄弟 又来搞笑 又来煮食 是开心的 是 好 那另外 尤其是 翻唱片 自己 有没有信心 就是 拿回 奖行 那样 那样 我就很有信心会出席的 哈哈 哈哈 但是也很有信心是没有奖的 哈哈 这个有没有什么信心 哈哈 没什么信心 不要紧了 先提名 如果有提名就很开心 七月 是啊 年年都是这样 成绩表而已 年年都有的 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出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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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